頭腦新聞來看到什麼樣的恩怨讓人種下殺雞 來看到台州市的彈子車站旁驚傳槍響 一名攤販老闆頭部重彈倒地 緊急送醫 搶救仍宣告不治 經過初步了解疑似是感情糾紛 警方目前也鎖定相關人車要全力追捕 並擴大追溯槍支來源 昨夜的彈子可以說是相當的不平靜 可以看到現場有昨天晚上沒有收拾完的食材 而且還封起了封鎖線 就是因為在這個位置發生了槍殺案件 我去高雄回來看到還在營業 後面就聽說隔壁那個說9點多 差不多9點半那個有看到那個 他說有看到那個有開台BMW的 我就坐在那裡看電視啊 很大聲啦 我以為人家晃鞭炮 昨天晚上監警方借貨民眾報案 彈子區彈子街一段31項附近 疑似有糾紛情勢 並且還聽見有K槍的聲響 警方到了案發現場 攤犯老闆以頭部重彈倒地不起 送醫後搶救人宣告不治 警方也在太平區鎖定翻案車輛 及嫌犯全力追棄中 至於會K槍的原因 經由專業小組初步了解 犯嫌懷疑前妻與曾男友交往狀況 疑似因感情糾紛才引發殺機 目前不止警察局長清零作證 獨軍指揮 市長也在一早市政行程中 表示將擴大追查 儘速逮捕歸案 研判起來應該是私人感情糾紛 已經掌握嫌犯 所以這個警方現在正在加強 棄補當中 我們已經會把他棄補歸案 神之不法 嚴加重辦 那還這個家屬公道 同時呢 也維護台中的治安 像今天發生在熱鬧車站旁 警方全力氣凶下 目前已經鎖定相關人車 並且強調會溯源強制來源 有信心儘速追棄犯嫌 以法就辦